由於台灣重視學歷風氣的盛行 一般高中成了升學的主要管道 但是近年來 隨著失業率攀升 越來越多學生注意到技職體系的優勢 希望藉由專業技能 走出屬於自己的夢想 如果我去讀家女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讀得特別好 那我如果念就是技職的話 因為有實習課 所以它有時候著重於 就是你要操作方面 所以不一定你念書念得好 你的操作就會比較好 以往確實是有迷思 迷思可能就是說 它可能是因為先選擇高中 然後選不上 然後才會來讀我們高職的部分 家長跟學生他們觀念的改變 他們雖然可以上教中家女 可是卻來選擇高職 技職不同於一般的升學學校 以學科為主 技職體系強調數科實作 藉此培養技術人才 不再是刻板音箱中所謂的黑手 而是透過專業的訓練 及實務累積經驗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經驗中 找尋答案 從實作中學習 培養一技之長 那技職體系最後就是 就直接可以無縫接軌 無縫接軌 那在傳產業 那一定是要技職體系的 那個學生 去銜接 那我所謂無縫接軌就是說 可能它需要的值錢訓練 就會說得非常的短 而技職體系中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證照考取 國際比賽更是技職體系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 不僅讓學生 將所學知識融入生活 靈活運用 更像世界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然後我們的設計的名字叫做 Bank Jones 因為我們設計一開始是比較天馬行空的 那如果我們有實作的經驗的話 我們比較知道說 如何去取捨一些 不可能做到跟可能做到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可能在造型上 如果我們要設計造型的話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知道說 欸怎樣的造型 它比較能夠被 實際上可以被我們做出來 得這個獎對我們台灣來說 其實我們就是把我們台灣的這個文化 發展到國外 對對對 它可能比得獎本身這件事情好重要 雖然有越來越多學生 注意到技職體系 但是仍有不少家長 抱持著質疑的心態 擔心孩子未來的競爭力不足 希望孩子選擇一班高中 而非技職學校 它可能是 不能 不能適應高中的才來技職教育 事實上不是這樣去分的 而是 不能把它分為說 它是第二等的教育 才叫技職教育 而是要看它個人的特質 譬如說 它就比較實作 比較有興趣 然後呢 它就比較適合技職教育 那它可能 可以專注於學術上 研究這部分多一點 那它就可以到比較高中的部分 這個情況很有趣 就是高中生一半 高職生一半 所以他們是 一起就是互相去學習的 所以比一般的大學生 就是 直接就是大家一起學上來 就是會有 相較之下會有更多不同的碰撞 還有學習啦 除了學校所學的知識 最重要的還是心態 一個這項積極的態度 才是決定成功的最大關鍵 相信這樣的人 無論身處何處 都可以不斷的自我提升 並發揮所學和專業 闖出一片天